就要到母親節了 雖然今年因為氣候減產的關係 讓這個康乃馨的價格是比較上漲一點點 不過因為一年就久一次 買氣依舊不解 希望還是有濃濃的儀式感 民眾對價格很有感 只是母親節一年就這麼一次 對媽媽的愛還是不能少 因為受到去年育苗期 連續幾波大雨影響 造成康乃馨育成率不佳 讓國產康乃馨今年每把批發價 要價一百二十六點五元 對比去年母親節檔期為每把八十五元 價格漲超過四十元 其實買氣跟往年差不多 今年的產量是有比較少一點 但是就稍微貴個二三十塊這樣子而已 挖起冰塊放入杯中 輕輕搖晃品身 濃厚茶香和清爽檸檬片 融出好滋味 康乃馨價格漲的部分 就用優惠來省點荷包 手要引coco就祭出青年烏龍 葡萄柚果粒茶買一送一 漢堡王則是出示手機中的媽媽照片 就能免費多加一片火烤華寶牛肉 激光香香機也有多款買一送一 這個母親節除了浪漫花束 也要來點美味 慰勞媽媽一番 記者 羅文文恒凱 台北超音報道 我們下期見 請進 select 海遮詞 千秋 我們下期見 請進 請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